小的时候 芽芽是一个心急的女孩 她总是急着玩 急着表现 急着去发现这个世界 奶奶 我找不到 重要的东西往往都是藏在 看不到的地方 加油 我拿到了 我们女儿最棒的 医师 医生 不好意思 我想学一下我们的病情 长大后 芽芽成为一位病理科医师 病人和家属大多不知道她的存在 她总是在美光灯照不到的幕后 显微镜是她的好朋友 每天 她得从许多的切片中 比对几百个特征 一点一点的 寻找微小的生病细胞 帮临床医师做出诊断 一张病理切片的影像 往往有几十亿化素 比手机拍的照片大四百倍 这就像是要在一座城市里 找出一个陌生人的踪迹 但她知道 作为医疗的最后一道方线 这是一个不能急躁 也不容松懈的工作 每一张切片 都承载着一个生命的分量 重要的东西 往往都藏在看不到的地方哦 面对疾病 我们总是脆弱而交集 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赛跑 多亏了科学家的努力 超级电脑已经能帮她 照看超高解析度的病理影像 用将近三百倍的速度 训练AI人工智慧 也省下医生们 近千个小时的标注时间 在疾病面前 她看得更清楚 更明白 更笃定了 AI是眼光精准 不会疲累的帮手 科学家的创新 和超级电脑的核心 也都是她的参谋 更是一起守护生命 生生不息的力量 看不见 但很重要 我是台湾超级电脑工程师 我是Wade 我用键盘工作帮助医师 让我们在疾病面前更加坚强 是为病理AI 实现精准医疗 AI超级电脑 守护生命的美好 看得见的进步 来自超级电脑的速度 来自超级电脑的速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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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